驚醒画面来看到 在新竹有一辆宾室车 突然变换车道 导致后方的沙石车反应不及 在紧急刹车之后 整辆车就像折杆这一般 占据了两个车道 但是闯过了宾室车 却加速离开 好 另外在桃园 则有男子跟朋友借货车 但是因为货车斗太高了 就这样子卡在寒洞里 动弹不得 急刹身 震耳欲聋 后方沙石车车头破柜 突然折杆这 占据两个车道 目击驾驶震惊不已 闯获的就是这辆宾室车 突然变换车道 害沙石车急煞 但宾室车却继续执行 实在傻眼 精神瞬间发生在新竹丛林 还好没有波及无辜 而桃园只有货车卡在寒洞 车棚架明显变形扭曲 前面不能过咯 整辆车卡在寒洞 进退两难 远景到场立刻封锁寒洞 拖掉业者 耗时30分钟才拖出车辆 自小货车驾驶 为注意寒洞高度 导致车辆卡在寒洞中 影响车辆通行 求的是车子是借来的 肇事驾驶说 之前多次跟朋友借车 过寒洞都没有问题 没想到这回突然听到 尖锐刺耳的摩擦声 这下才知道 朋友换了新货斗 意外卡在寒洞中 接着众和报道